东部地区最大的苏氏集盛会 2022年保安林苏氏集森林烧来的讯息活动 24、25号两天是在鲤鱼潭南的草坪来举办 汇集了全台24间苏产业以及出版社 是位人气的绘本作家和超过40家的 自然风格的首作来齐聚现场 而今年有超过了3000多人次来到现场体验 用身体五感感受到生活和保安林之间的自然和谐 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体验保安林的生态价值 堪称东台湾最大的苏氏集 2022保安林苏氏集森林烧来的讯息延迟5个月 终于在24、25的周末两天与花莲鲤鱼潭南游气区回归 活动首日邀请民意国小的乐舞揭开序幕 还有梦想瓜牛故事物的说故事人动态活动 吸引超过3000人共同体验保安林苏乡 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活动不仅让民众能够治疗心理的伤痛 忘记大家灾害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年希望说这个保安林的苏氏集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我们找了合作伙伴 我们是先找众管处跟文化局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苏氏集是希望 藉由保安林来串联艺文图书 还有我们的地景旅游 所以在大家所在的地方刚好是我们众管处所管的这个旅潭风景区 那我们的艺文部分大概是又跟 敬意局长这边的有关文化图书的这个议委 所以他们的专车也会来我们这边 未来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它能够展现出它一个不同的价值 能够展现所谓的不管是生物多样性 或者是保安林是属于在地居民的 甚至是把这些的自然环境的森林会议价值给展现到最高 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 新年是以无感体验来做主轴的规划 所以在会场上面呢 你除了可以看到一些生态的书籍之外呢 还可以吃到一些零下经济的一些美食 那另外就是由森林萃取出来的精油的手工灶等等 有非常多不同的体验 那今年的游客量呢比往年都还要来得多 那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呢 大家已经可以放开心胸走出户外了 一步体验不同的保安林 处长黄群策表示 今年第三届以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保安林在地经营森林会议共享为主题 汇集全台24间输液品牌及出版社 四位人气绘本作家及超过40家自然风格手作齐聚 期盼邀请民众融入无痕山林 体会森林及秋天上来的讯息 建立保安林与民众的生活链接 共享保安林生态服务的永续价值 记得长方验收风箱报道